然后在下一年我担任了班级的代理班主任协助管理一些班级的事物 学习经历现在就读的上海理工大学应用数学 偏的是孤粒子方向 这个是1843年的罗素 他发现一个轮船过去之后 一些水波 它叫水波的速度 然后以及它的形状在很长的时间内几乎是不变动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波呢 然后有一些波是一个碰撞之后 那个波会就突然凸起来了 然后就经过两种波的研究 他就发现了有一个数学公式是可以把这个波推导出来的 我现在研究的就是除了这个公式之外 我比如说变一个参数 这个波可能变长了 变长了之后它的稳定性在哪里 过了多长时间这个波可能会消失了 这个有什么用呢 有用有用 我现在就想找一个这样的小朋友 来跟我做感兴趣的这个事 姑娘 如果你想找工作我这也有 那我们主场的第一现场的八位企业家 就看你们愿不愿意给徐磊这个机会了 那必须不能给他 家英为什么要跟我作对 其实我早早地就看了你的简历 我看完了之后 我马上跟我的HR去沟通 我说这有一个这样的那个什么 然后我们HR就说不惜一切代价 你要抢这个姑娘 对 但是家英会觉得我觉得 完了 磊哥 所以我在后台我都不惜一切代价了呀 对吧 而且姑娘 我是可以帮你一块来建模型的 因为我在清华的时候 我也参加过这种数学建模的比赛 家英 你现在应该喊 把信号切转到我们第一现场 对 第一现场